港澳辦的說法 港澳辦這個說法 第一是留了幾天字的 我想補充 如果一天黑警暴力不除 香港是永無零日 如果一直都是將黑警暴力 看成解決香港政治問題的手段的話 香港也都只會是永無零日 胡志偉還表示 據這個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口中的黑豹 真正的意思就是遠景的暴力 破壞了香港的文明 胡志偉認為香港面臨警政勾結 警黑結盟 這是今日香港管制所面臨的困局 使得香港走向沒落 被攬抄的一個過程 但是他們卻將這個破壞 推卸責任於香港人 其實造成混亂背後的共產黨 才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會 都被這個警黑政勾結的集團 全面破壞 如果了解過共產黨的歷史 胡志偉表示 其實不難發現 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玩弄一種語言藝術和欺騙老百姓 他認為權力是中共治國的最重要核心 胡志偉認為 中共在香港監督特區政府的工作是無孔不入 世事關心 同時也反映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出賣香港人 新唐人香港記者站葉一帆 梁珍採訪報導